然后还有一个三枪 因为三枪的话挺依赖这个冰人的 就是我做完采集器 我一个冰人可以拉扯很多东西 而且现在也没有采集器了 那三枪卡组也更没什么机会了 看起来这两个人应该也许会使用一套这种预风啊 或者是三冲这种套路可能会有一个特点 对三冲卡组现在还是比较重要 而且没有换到气球 可以看到你们有机会出气球 气球的话 这个有可能 天狗 连弩 他这种换路很不错 这个骑士下得早了一点 应该等他在下冰的时候再扛 等他下费再扛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 但骑士问题只要拆掉吧 他不肯定能换路呀 连弩换路我绝对不亏呀 他这边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下这个 那个什么 这什么 骑士 我这 这人被 我球砸掉了 然后机架也被砸掉了 这一路基本上没有任何机架 这是一个三星的准备好三星的状态 是的呀 那这边的话天狗是天生优势 对 我跟你连弩换路 我觉得不亏了 你下这里我直接就起脸了 你 就我直接下 气球下你脸上吗 对呀 你往哪下的气球下 我地面单位也可以 对 因为像这个天狗的话 肯定是有一些小费的 小费单位地面单位 我就贴脸上 而且Aaron这边是没有任何这种 飓风啊 或者是其他那种 导弹能解掉 导弹不知道 应该 刚才Aaron这里的骑士下的有一点问题 他刚才如果是 先下机甲 然后再用骑士挡住对面的那个机甲 不让他拍到自己的机甲的话 这样是 绝对是能防住那个 气球的 因为有个猎人 猎人两枪就可以把气球给拍掉 对 那这样只能被动的来 求一个核了 这样求核 我觉得也不行 因为还没到一分钟 都已经这么大的压力 一分钟不可能的呀 就像保不保的 这个猎人 让猎人过去输出 但这个散弹宰的话 他过河不太厉害 而且现在还没有打 塔也没打到 基本上 下一波 风神等到一分钟的时候 一波沉底 或者都不需要沉底 直接前置 我们发现 GEO战队他们的选手 都喜欢带一个大单位 然后带一个地狱 像昨天丹王也是喜欢 带一个胖子 然后带一个地狱龙 这个卡组的话 他们应该是想防一手 这个大单位的内战 对 那这边地狱龙沉底的话 应该就往前前 你刚才想 如果是这样 前面顶个骑士 只可以直接把对面 吃掉了 那现在你只能 其实去顶这个什么了 对 顶这个散弹枪了 这个喷子还是很难打的 哦 火球 只好能解掉 哎 但这个 哦 又被拍到了 这机架 但是Aaron还好带的是 一手猎人 对 这个猎人叔叔 还好带的是一手猎人 对 这个猎人叔叔打击 应该还可以 喷子还是很厉害的 就还这么准备 哦 哎呦 没拉到 没拉到 这一下可尴尬了 肯定要被砸一下 哦 跟那一手冰激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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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但有没有机会呢 还有两分钟 这个减 差不多三分钟 将近 这就是噩梦啊 这是 是的 哎 你们还是不放弃 还是想 打对方两声的 还是觉得 自己有机会 但是直接 前置 起连 这不可能这样下呀 但没有气球啊 是的 他的气球没有跟着 这样的话 可能算是 一个天狗 好像有点 白颂的意思 这天狗后面 不跟东西的话 基本上是进过来的 但是这个又 又跟气球 就不想打死他 打冰激凌 技嘉火球 打不进来 是打不进来的 对 对 让艾瑞看看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气球 我一下一下 砸死你 也可以了呀 现在一枪 外地 但是 风这边 他肯定要这个 天狗 存底下的 对 现在就要存底了 打一波嘛 他刚才中置的话 这个猎人 直接完完美 吃掉了 关键 他没有 靠边 没有跟东西 跟的东西 还可以 他现在 纯用狗 去输出 就是 很现实的 好 再来 好 没事 这个 下面 下一个 技嘉 拿火球 砸一下吧 他怎么拿火球 去蹭对面 就慢慢把对面蹭死了 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 因为地狱龙 对方没有很好 很好的办法去解决的 还是人不就要下气球 对 这个气球 他应该是直接想 爆炸伤害 勾住了 哦 没有 没办法 在爆炸伤 伤害也挺伤的 对啊 比如说 那会 我就说 你不行 我就用气球 最后吃 爆炸一下一下 他准备双火球 加气球的 对爆炸伤害 斩杀 两个伤害来打 现在Aaron的话 总是考虑防守 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他时间 还时间 还有一分多钟 他不可能架弄了 这一下是200多 加 他只能这样架弄 这样还得 架全这种是不及的 风这边还得有三次 成功的进攻 但是他这边是 优势 怎么说 主动全在他的手里 所以就 在这边 砸一下 垫一下 气球 看到了 看到了 没问题 恭喜风啊 这连组被破露了 机制上 可能就是被动的防御 没办法的 这其实可以说是 一种卡子上 已经特施的 就前面 第一波的决策 如果正确的话 我觉得 还能 Aaron 应该是能够狗赢的 嗯 因为他防守 必须摆了100 对 哇 竹竹呢 但是 竹竹没有冰的 他只能带气球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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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比较均衡的 就太风的话 会有个决策了 等下风 还有一个 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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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 那一套 哦 导弹来了 导弹 哦 弄不好 带的是 筒吗 看看 下一张 感觉像那个自闭筒 应该是个自闭筒 Aaron这边有点像二四套 那自闭筒的话 他这边还有地狱塔 对 矿工头帽手跟他 矿工舱一喊 直接挖矿工 那就要被拒捕了 不用 直接拿团活解 那也可以 哇 那这边的话 Aaron好像又很难打 Aaron应该是一个二四套 是一个小费的卡组 然后 封这边是一个自闭筒 这边拿头帽手去蹭 拿冰箱你挡一下 很完美 然后再做房子我就炸 你做房子我就炸你 就不让对方的房子来蹭塔 这个封的处理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如果到双倍的时候 你还敢做房子的话 我就直接砸塔了 那封这边也不去用 也不过这个 哦 拿这个手挡 拿一个骑士挡一下 对 我说他也不用共识去抢血线 他肯定不抢 我可以再来 火箭砸这样 你可能会防一个三冲吧 但是这一波的话 还行 公主保住了 团伙要挡一下 不挡 不挡 这个手速很快 幸好公主给保住 如果没保住 这一波可能就雪崩了 这回预判滚木吗 哎呦 这个厉害了 但是Aaron反预判了一手 等你先滚 滚桶 我再用团伙 那这边 Aaron还是做房子 那这波房子做起来了 都没有费用 对 那这房子做起来以后 Aaron其实挺赚的 他矿工是可以挖 那个右边那个死角的 看看Aaron 一分钟之后能不能 看这种消耗的套路 但前期没有打折 特别好笑 对 还是要再积累这个 防防吗 可以毒矿吗 这公主射不到 这德布林啊 光光还是要挖公主 他毕竟你挡不住 没有用 这个团伙下失误了 哇 这一波 哇这一波伤害好高啊 是的 这个团伙应该是 看到对方桶的时候 要提前下 或者是直接往后面下 他想前面下 是想抓对方 丢一个钳子 出事了 对 这一波我就可以 狗住导弹了呀 是的 他还是选择 对 就直接捅 因为肯定要交费来解的 对 没有滚木嘛 算不了 这边Aaron挺难受的 没有滚木 是的 带着小店 那这样就没有滚木 工嘴解不掉 工也解不掉 只能拿毒药来毒 毒这个的话是亏费的 导弹开始斩杀了 导弹 那这一波 这一波有机会 这波奥印有没有机会 要不要挖后点 一定要挖后点 哦 还是被挡住了 还有 还有 有机会 小小有没有 有的漂亮 投帽手 哦 还是不行了 是的 那这边 直接等一把火箭了 还是给压力 不让对方过火箭 非常的不错 对 对 一定没有滚木了 好 那这一波看Aaron 还是要挖矿工 矿工挖继续挖 不管那边 那没机会了 被抓到了就没机会了 好 好 没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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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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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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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